能让一个太监如此销魂 也不枉我花二十万两银子买了你 哪里去 制造局 自从改道为丧的国策落到浙江 先是遭到了胡宗宪的拼命抵制 然后严党又指示郑米昌和茂财等人毁低烟田 似乎对改道为丧创设了必要条件 可胡宗宪用一道奏书让这项国策再次搁浅 逼着胡宗宪辞掉浙江巡抚以后 严世凡精选了探花出身的汉林院编修高汉文 接替只活了不到两级的马宁远 成为新任杭州之府 杭州之府可为改道为丧的前锋力量 严世凡为何会选用一个百无一用的书生呢 对于这个问题 严世凡曾经给过这样的说明 汉林院那种轻苦必尽胆癌 储财仰望本就是为了施展 他们这种人 活里水里若是真能挣出来 便不枉此生 汉林出身急于建功立业 让高汉文赴任杭州 就等于给了他一个施展才能的平台 他必定会倍加珍惜 认真对待 再说 这次让他去推行改道为丧的国策 倘若引起民辩 这面对朝野 也算有个折打 这将改道为丧的国策 接连搁浅 略次受挫 现在又要兼戒赈灾 推行起来的难度更大 更重要的是 贾进皇帝还曾暗示过 推行这项国策的底线 那就是绝不能逼返东南 事情已经发展到这个局面 严世凡不能不给自己留条后路 高汉文就是他将来用以甩锅的后路 除此之外 出身书香门帝的高汉文 还兼具正义和刚正的特点 只有举荐这样的官员出任杭州之府 嘉靖皇帝才会答应 只有这样的人出任杭州之府 才能保证郑密昌 何茂财等浙江官员 不至于敛财太过 不至于将上面的经验错得太离谱 只不过也正因为书生本色 高汉文出到浙江 便和郑密昌和茂财等人唱起了反调 再加上海瑞和王用吉的拼命反对 改道为桑的国策 再次搁浅 为此 在详细了解了高汉文的详细信息 得知高汉文不爱权不爱钱以后 富商沈一时决定以美人计将其收服 注意 沈一时的美人计 并不是用云娘将其拉拢 而是想掌握两人私会的证据 用以要挟高汉文 首先 高汉文的出身决定了 他对清明声誉的重视程度 一个朝廷重点培养的青年才俊 却和一个太监的对食私会 这要是传出去 高汉文就会彻底毁掉 再者 云娘毕竟是制造局总管太监 杨金水的人 杨金水背靠皇宫 更是不能得罪 所以 只要掌握了高汉文和云娘私会的证据 高汉文就必定会被牢牢控制 绝不敢再对改道为丧提出异议 好 那我们就来看一下 沈一时是如何设局的 高汉文又是如何上套的 首先 沈一时以制造局的名义 邀请高汉文看丝绸 让高汉文不能拒绝也不敢拒绝 然后沈一时 果真就带着高汉文来到了制造坊 假模假式的向其介绍了 制造坊的具体情况 用以放松高汉文的警惕 更重要的是 看完了织机 再看织出来的绸样 也就成了理所当然 来看沈一时的这道转折 只有前去看织样 才能听到云娘的琴声 才能将深通音律的高汉文吸引 有铺垫 有转折 顺理成章 步步为营 只是 在看织样的地方 养了一个弹奏广林伞的高人 确实有点突兀 也难怪高汉文会对此产生疑问 甚至怀疑沈一时的真正目的 我们来看一下沈一时的解释 对啊 制造局本就兼顾着外交的职责 沈一时的解释无懈可击 高汉文的疑虑被轻松打消 接下来沈一时继续介绍丝绸 而高汉文早已被琴声吸引 心不在焉 等到高汉文听出琴声中的一个错音时 给出了可惜感叹 对于高汉文如此突兀的两个字 沈一时自然要问为何可惜 好了 高汉文开始卖弄了 广陵散错就往往错在这个地方 吉康本是安徽人 一生放浪行骸 虐实权贵 却为何做官卫国 因华下棋地 芒山在这里 他的魂 生前早就交给芒山了 芒山 在五音中属于绝音 临行谈的自是绝音 谈成思乡之伤音 岂不大错特错 这是书生的特点 是神通音律之人的共性 更是高汉文必然会有的表现 正如旁白所言 高汉文因为走了仕途 才溢住了迎风弄月的心思 更何况 自从来到浙江以后 高汉文面临着一个更为复杂 更为现实的官场 这势必会让其心中的清高之念 再次旺盛燃烧 既然高汉文已经被琴声吸引 沈一时开始展现自己高超的应对技巧 听了大人这番高论 逼人有个不情之情 不知大人可否赏脸 请讲 请大人指点指点 笔触这位琴师 这里牵扯到一个职场生存的关键问题 逢迎拍马和请教问题 哪种方式更能拉近和领导之间的关系 我们用一个例子寓意说明 领导 您这书法写得太好了 厉透自卑 颇有古人之风啊 领导会怎么想 一般情况而言 你会立马被定性为阿谀奉承 让领导心生反感 可如果你选另一种方式呢 领导 您看我这几个字 老是写不好 麻烦您给指点指点吧 领导又会怎么想 最大可能就是笑意淫宁的指点一二 上下关系瞬间拉近 好为人师是人之天性 更是居高位者的共性 沈一时正是瞧准了这一点 才会请求高汉文对这个错音指点 高汉文还会拒绝吗 而后 高汉文来到了情房之内 沈一时对这位情师说道 你有福 遇到高人指点 好好请教吧 先把高汉文捧起来 让其不好意思拒绝指点 而后云娘重谈了一遍后 再次给予助攻 刚才大人说 这段应该是绝音 我明白了大人说的意思 但所有的曲谱上都没有记载 请大人指教 刚刚被沈一时捧起来的高汉文 尚未从高处下来 又有一位惊为天人的女子 称其远胜曲谱记载 这接二连三的吹捧 但凡一直稍微有点不坚定的人 肯定会立马沦陷 看到了惊为天人的云娘 呆愣之后 高汉文突然意识到自己失态了 赶紧将偷偷走出房间的沈一时 叫了回来 我们再来看一下沈一时的巅峰操作 沈一时拿来一份仗册 然后给出了这样的解释 当年姬康临行前谈广陵伞 三千太学生围听 竟无一人领会 以至姬康有那句 广陵伞从此决矣的千古之谈 前几年 也曾听一些琴友谈起 广陵伞只能一个人谈 一个人听 多一人便多一分杂音 后来我们试过 果然如此 今天真人到了 指点了直下这位琴女后 在下还有好多话 要向大人请教 不知在下有没有这份福气啊 手里拿着东西 用意证明自己刚才离开房间 并非刻意让二人独处 而是去拿东西去了 打消高汉文的疑虑 给出广陵伞只能一人听的解释 既能让高汉文了解自己对音律的精通 进一步拉近两人的关系 又能再次给出自己离开房间的解释 并为高汉文后来会单独留下 指点云娘奠定了基础 听到沈一时对音律如此精通 高汉文问了这样一个问题 注意沈一时并没有欺骗 他的工作本就如此 只不过他省略了最为关键的部分 那就是浙江首付的名头 只是如果这个名头亮出来 高汉文立马就会将其认定了 兼并土地的有钱大户 这出计划周密的美人计 也就会立马泡汤 听到沈一时是如此身份 高汉文再次给出了可惜的感叹 意思很明确 如此天人 竟为一个这样人拥有 实在可惜 好了高汉文上套了 沈一时接下来 该为两人铺设在一起的可能性了 知下失礼了 忘了跟大人说明 他叫云娘 我的亲侄女 长兄长嫂早年亡故 我只好把他接过来 带在身边 叫他乐趣秦义 心养高了 不愿嫁人 当闲得我又不好委屈他 目去招来 二十了 竟成了在下的一块心病 沈一时的这段话就只有一个意思 大人别误会 他是我亲侄女 而且尚未婚嫁正想找个非等闲之人嫁出去呢 再来看高汉文的反应 给出了难得感叹 然后立马回过神说道 也有恶嫖 其实哑谈之事 从可惜到难得 高大人明显动心了 而且高汉文开始遮掩自己的慌乱心思 开始给出了解释 而解释就是掩饰 沈一时的美人计成功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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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